我感覺這就是人生福祥嘛 所以這終究還是一個悲劇嘛 今天傳出要延攬楊偉忠入府 那因為昨天有傳出比較遺憾的事情 那會不會覺得有一個人才好像就這樣子離開 楊偉忠我跟他見過好幾次 但以前有問過說 欸 你要不要來台北市政府 這個是有問過啦 但是 我感覺這就是人生福祥嘛 所以這終究還是一個悲劇嘛